民国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家庭生活照 第一幅图满满都是温馨感蒋百里是浙江海宁人 晚兴时期的秀才 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 军事教育家 然而蒋百里在养伤的期间 他和看护自己的日本女子所恒无当产生了感情 两人结成了连连 最终结为了夫妻 吻后遇有五个女儿 他在教育子女时 也将自己的优秀品格传承给了孩子们 除为蒋百里和妻女的流言 满满都是温馨感 蒋百里的五个女儿都出落得亭亭玉立 美丽动人 三女儿蒋英自幼就接受较为完善的教育 从小就喜欢音乐 曾随亲蒋百里在欧洲旅行 后来进德国柏林音乐大学学习 1947年前往美国学习音乐 八年后续有所归回到中国 他将半生时间都奉献给中国当代音乐教育事业 除为蒋百里和妻子 作为其女儿蒋英又一 蒋和左一参观德国柏林动物园的流言 拍摄于1936年 蒋百里和钱军夫年轻的时候在求是书院这大前身一起读书 后来一同去日本留学 两人是至交好语 蒋百里有五个美貌的女儿 钱军夫家中只有一个独子钱学森 钱学森和蒋英的缘分就此结下 直至1947年 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起结良缘 两人的结合堪称艺术和科学完全联姻的爱情故事 图类此钱学森和蒋英的结婚照 1937年9月 蒋百里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初放逸 德等国 回国后发表日本人急抗战基本观念 并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上 1938年8月代理洛军大学校长 驻有军师著作孙子心事 军事常识 国访论等等 1938年11月4日 蒋百里并施于广西夷山 经广西和池市一州区 服为蒋百里和妻子的刘也 著其文解密语言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规处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